我用的 我在大边我用的是六毫小 六毫小 因为那个鱼也比较大 钓十三点多公斤嘛 十三点多公斤 对 因为这个鱼不是太滑 它不是太滑 三毫是平常都不开放练习的 它也不能完全上身口 毕竟它在这个环境当中已经养了一年多了 只是钓得比较少 所以我用的就是 你看那我不是在第二场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我就把这场的耳料开了 让它透水 我透水它拉得比较实在比较好 我用的是那个叫 立座的终结者 立座终结者 立座终结者里头其实含有鲤鱼的成分 就是枣心味比较浓的 这个耳料对于钓这个身口鱼 就是半身口身口鱼 它的优势作用优惑性是比较大的 而且我钓的鱼都偏大 我很少钓的小的 都是差不多一斤左右的大几鱼 要不然它钓过来那么多重量 连都钓小钓过来那么多重量 因为我看到你对面的大边的话 那个钓的最好是一个7.2公斤 对对对 因为将近13公斤 13多公斤将近差了一半了 对对对对 那说明在钓啊 钓法这边还是 对 而且它现在它这个里头 因为大小不均衡 这个鱼啊 你就不 这个钓法不能钓得太凝 因为凝了以后 那个小鱼 它撞一下 你就看不到飘 你就飘 它马上就凳没了 所以我基本上是 条子调了五六木 钓也钓到四五木 就跟条木只隔了 半木到一木那个样子 偏正形的 所以这样钓起来 重甘率就高一些 你可以判断是小鱼壮的 还是大鱼吃的 所以这场就反复钓得比较好 徐里面钓友 想问您一下子 就是你钓混养了三米六 这个绿色的绿色节的这个杆子 是你们牵圈的哪个型 就是牵圈 它是牵圈的竞技集 它叫牵圈竞技集 这个它是个四号杆 四号杆呢 它可以说 它一直可以飞到七八两的鱼 它都可以飞 我叫小鲫鱼呢 特别喜欢用这个硬杆子来飞 因为它杆尖比较硬 它不容易抖动 它很用好抓紫线 回鱼也比较快 所以这个竞技集 而且它在这个红等硬斗的里头 它还不算太重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用 你看它从小鲫鱼一直飞到六七两 都可以飞 它通用性比较强 综合性比较强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用这个杆子 其实这个大鱼我还飞了不少 半斤六两的鱼 我都基本上都跟它飞起来了 八两以上我就没怎么去飞它 我就是抄的 因为毕竟只要0.6的纸线 太大了就不太敢飞了 还有家有比较关心您的说就是上次嘛 上次用我们出出访的时候 您刚提到这个天窝系列 说今天可能就要出了天窝系列是吧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今天用的这个都用有天窝的材料 整个这都是天窝系列的耳料 都是天窝系列的耳料 这个天窝系列后期的话 比如说今天您在那个窝料上面用了这个 就是油料结合的 对对对 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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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有家有就咨询了 想咨询您那个后期 比如说还有天窝这个系列 天窝这个系列里头有很多 它有拉尔 天窝里头有拉尔 那不叫天窝拉 比如说那个野战中间者 利杰中间者和大级中间者的野战版 其实这里头都有天窝的成本 都有天窝的成本 然后今天的调查 我看您有一个那个叫做中 中级大中级剂吧 是吧 野战中间者 那现在是属于还是在开发阶段 对吧 已经是都好了 现在就是在做包装了 马上就可以上市了 马上就可以上市了 对对对 非常关心这个调 这些现在做的这些耳料 基本上全都是可以单开单用的 而且你看都是针对野战环境来设计的 哪怕是黑坑的 叫胡库啊 广浦性都比较强的 现在对 好的 谢谢徐老师 工作之子 好 今天蛋糕 各位加油 刚刚我们徐老师 今天一个简单的采访之后 也把大家一些心中的疑惑给解开了 那么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已经五点钟了 我们还得往回赶 后会显灵赶 所以说咱们今天那个直播就到此为止 我们卡业 那个卡业就是徐老师的啊 背后那个卡业就是徐老师的啊 别对着厕所 太不雅了 感谢我们逍遥啊 感谢小姚 那个那我们就 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吧 好吧 我们网上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网上会聊一会 网上主要就是聊一下天 没有别的事干 耍下嘴皮子 如果网上要开始的话 一般是八点慢吧 好了那对对对对 明天对大家一起就大家一起去 确实是的啊 好那网上欢迎你过来玩一下啊 好那我们今天那个 我就下麦了啊 好再见兄弟们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